打架 魏州杀人如马心狠熟了 为何对一个小女子如此特别 大人 怎么说 杀 杀人如马 连魏州你都不怕 堂堂指挥师 怎么会在乎一个婢女的死活 为何不会 拿下 你看那我给你留的线索了 是 一飞 大人 侯爷 我乃宗家裴英 我要是被捕 你也会知道 小慈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没事 昊远 来 人一悉数抓获 压下去 顶后发落 是 带走 起来 走 等一下 诶 等一下 多谢为指挥师的彩头 江姑娘 有些好奇 三郎缘何用醋 寻到小慈的线索 这是我光明司追踪的手段 射击隐秘 是魏某 不能如实相告 是裴某多问 八大米铺可有查到什么线索 惭愧啊 恐怕八大米铺 真与裴室有关 那少君打算如何 恐怕要查阅八大米铺仗册 才能破了军械案 若一切真与裴室有关 我绝不姑息 既然人证物证都在 不如我们即刻出发 前往南陵慈师府 恃恐生变吗 我亦有此意 只是我不便出面 要靠三郎来主持大局 愿意下落 小慈 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和你们同去 公堂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我让童敏送你回长风屋 我给你找个大夫 全面检查一下 当我意识人证 对方诡计多端 恐怕难以对付 多一个人证多张嘴 不如让江姑娘 一同前去吧 何大人 本指挥使在问你最后一次 那批劣质的兵器 究竟是怎么来的 工匠记忆不经 疏忽所致 其他的 下官一概不知 那承熙破庙鸡民的惨状 何大人知不知道 你飞 在 别怕 别怕 将你在破庙 于本指挥使说过的一切 一一到来 是 小女子一身染重剂 被老宝赶出最红楼 无力营生 所以南陵百姓 去湖边采摘雕湖米国府 甚至前些日 突然来了好些壮汉 将我们全部 抓进承熙的破庙 你说 那为首的壮汉你认的 此话当真 是 为首的名唤赵大 是南陵刺室 何振文之子 何又连的打手 他们常年会去 醉红楼喝花酒 小女子 曾服侍过他们 为指挥使 怕是不了解 那些人 不是鸡民 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暴民 将他们关在承熙破庙 是为了防止 他们进入主城 惊饶百姓 他们饿得连路都走不了 何来烧杀抢掠 倒是你 颠倒黑白 我亲眼所见 你们屠杀平民 只为毁尸灭迹 丽妃 跪下 跪下 你又是受何人之事啊 我 听命于何大人 你 绍军认为呢 绍军认为呢 此人乃宗族管家 裴英 你竟敢背弃族人 本侯前来只是为了查明真相 莫说是族人 就连本侯自己有为律法 也自请此官 绝不二言 少君大义灭亲 当为我被表率 何大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也不想 能够 Quant 谁